韓国当红女团BLACKPINK本月8日欢度出道7周年 不少粉丝纷纷送上祝福 但更受关注的是他们本月与YG娱乐合约即将到期 到底是否续约全世界都很关注 没想到8日才传全员会续约 今10日就被眼尖歌迷发现BLACKPINK官网的周边贩售商品区 独缺珍宜人的商品 似乎以名是他即将离开YG娱乐 等于不续约要走自己的路 事实上四人是否续约说法纷纭 一开始疯传G素与Jenny和Lisa不续约 四人中仅有Rose确定续约 不过后来韩国文化日报又报道 只剩下Lisa没有续约 其他三人都已谈好 未来是否能再以四人组亮相 关键在Lisa 而外传原本不续约的G素转念续约 关键就是要公司认同她和男星安普贤的恋情 因此YG娱乐才会罕见的迅速承认恋情 如今整理成为第一个消失在官网的人 也让歌迷反应两极 有人认为YG娱乐不是好公司离开会更好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Blackpink少艺人就是缺角 很难再支持 更有粉丝难过表示已经有预感 但还是会想哭 嗨 大家好 我是五通 谢时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 我是奈美红 我是蔡康永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祝福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你这要求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十周年,好快啊 好快喔,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现歌就在这里